各位可以看到,使用前進去之後 因為今天很熱嘛,準備一個瀑布在那比較涼一點 我還有自備乾冰,所以也不會太無聊 但是呢,都一樣的意思 我們OBS跟一般大家比如說用Premiere、威力導演、惠森惠影最大差別在哪裡 因為那叫後製嘛,我們這叫基石的 所以它最大差別就是這樣 它沒有剪接功能 可是呢,你今天像這裡 我今天不要噗噗了,我就眼睛關起來 有沒有,只剩煙,對不對 我今天呢,覺得這樣不夠了 好吧,我們到鳳山去一下吧 對不對,眼睛開關就可以了 當然其實您看到我左手邊這裡 我左手邊這邊就有很多其他的 有沒有 好,就好像說您要每一堂課 我可以幫每一堂課設一個叫場景 就等於是一個攝影棚 我今天要上哪一堂課,我就進那一個攝影棚 那是不是東西就準備好了 你每次就,一進去就就位了 那麼,來源呢,就是這攝影棚裡面 你要準備什麼東西 可能你需要準備一個背景 你需要準備一個你的教材 好,之類的 那把它放進來 好,那如果說您需要馬上回到學校的網站 有沒有,我們就進到學校網站 這樣就好了 嘿,就很快 好,所以您可以發現說這樣的效果其實是還蠻不錯的 而且,你會發現不是我電腦比較厲害 是因為我們,你只要環境準備好了 你就切換就好了 就切換就好 而且,老師這樣,你要走到哪裡 有沒有就比較方便 不用局限在說,我一定要去那一間教室 因為這樣子,老師您如果真的想錄影的時候 一個人也可以完成 不用說,我一定要跟 比如說,會操作機器的同學 約時間啊,還要Re過有沒有 他才知道你的習慣啊 要哪裡哪一個點比較漂亮 好,你都可以自己先調好 那這樣子呢,我就直接錄影就OK 所以像剛剛呢,我們跟同學在這邊 就先玩一下,像這裡 這個,有沒有 好,他在這邊 這樣還可以接受嗎 請問一下,你怎麼有影像,怎麼辦 怎麼設計 蛤,怎麼 沒有影像出來 喔,沒有影像出來是正常的 因為我剛剛是已經有先放進去的 等一下我會跟老師說明一下怎麼放進去 你現在進去都嗚嗚,對不對 全部漆黑一片,這正常的 因為電視沒打開的時候也是黑黑一片 好,那這個呢,就是我們剛剛在現場玩 LINE直播的視訊 那直播視訊一樣可以怎麼樣 可以做去背喔 有沒有,他就站在這邊 那後面是藍木、綠木 我們就一樣把它去背掉 也是可以 有沒有 這樣 所以這個其實我們都可以記錄下來 那這樣的話其實 使用上應該就不會太難 所以這個是先背謀一下給老師看 大概的樣子 那麼我們先跟老師介紹一下 到底這個東西 待會你要怎麼放進來 好,我就換另外一段影片 好,我就換另外一段影片 好